帝君 帝君 你醒醒啊 你怎么这样了呢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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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不好了 言淡 亲之一解你愈发放肆 本就让你进来了吗 何事如此慌张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 只是外面的先事都如灵大敌 慌乱如麻 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 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 他是什么人啊 火德怎么来了 帮我 颖元君 颖元君 帝君 你醒醒啊 你怎么这样了呢 为了几个奸细 几天几夜不灭 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 冒犯于天几阁和练兵场之间 轻点 您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病倒了呢 虽然病在年身 可却伤在何宫仙师 所有人的心啊 醒醒 醒醒 获得元帅 元帅 须久不见 风采已久啊 只是本君 抱病在身 无法弃身相隐 应元君向来先体健壮 怎么那么巧 突然病啊 回伙的元帅 天因说是操劳过度 又携风入体 若不好好休养的话 恐怕 恐怕要伤到元神了 何时能好啊 十天半个月 那是不可能的 天因说了 操劳 体虚 异类 伤及根本 这一切 十天半个月 是不可能好的 最起码 又一年半载 应元君何时身边 多了一个这么聪明 忠心的小仙士 口舌还如此伶俐呀 这是新来的小仙 形势比较鲁莽 望元帅 不要见惯 既然应元君 身体抱恙 看来比武之势 暂且只能放一放 谢元帅 待本君好了之后 必登门赴约 帝君染病 本帅身为长辈 怎能安心离去呀 既然这延续天宫 没个会伺候的 那么本帅便留下来 照顾一二 元帅 这等小事 怎能让您操劳 您是仙界当中 仙灵罪长的上仙 不敢搂反 应元君无须见外 自古一来 便有中仆反肉旧主 常遍遍及的佳话 既然 这小仙士如此忠心 想必不会推辞吧 这是本帅的秘方 虽然苦了点儿 咸了点儿 臭了点儿 但专制风邪 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 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补咒 来人哪 不必了 不必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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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